当一辆应有V8引擎的吉普和一辆普特列马来一场极限攀爬时 谁将更胜一筹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动力检测站 视频开始前事先声明 专业运动请勿模仿 就是眼前这个将近一米左右的海 已经是所有城市SUV的进去的 就算是硬派越野在这里也是村子难行 除非是像这种经过专业改装的车辆才敢提示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这辆吉普 它这次尝试显然是稀有余儿力不足 即便是胎压已经放到了最低 面对着陡峭的巨石 根本就无法前进 第二次尝试也差不多 好像就是差一口气 但是在第三次尝试时 司机直接一脚大油门 车子就这样顺利的上去了 这通过性属实强啊 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辆车 这是一辆列马 在前面有车做了示范之后 按理说通过会顺利一些吧 结果也是不行 他在这里跳的倒是挺力 最终是没有上去 然而司机还不想就此放弃 依旧是继续给油 我特意去懂车地查了一下 都在传列马即将国产 并且起步价只要二十多万 你们说到时候回去慌 最终车是伤得不轻 但好像他是被卡在了这里 完全上不去啊 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一次尝试中 或许是司机给的油门太大了 让这一次挑战发生了一点点的意外 那这样一来的话 今天这场较量最终是洗补过程了 大家应该没什么意见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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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